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人际关系与沟通技巧 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第十八章 职场的人际互动的播出 我们今天的交易重点总共有三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点是职场的人际关系 第二点是职场的人际沟通 第三点是如何做好向上管理 那我们今天的学习目标总共有九点 第一点是了解职场的人际关系的造型 第二点是了解职场这种组织的形态特色 第三点是了解上司与部署之间的关系 第四点是了解同侪和自己之间的关系 第五点是了解职场的人际沟通 第六点是了解各种正式沟通模式的功能 重要性与困难点 第七点是了解各种非正式沟通模式的形态特色 第八点是了解与主管维持良好人际互动的重要性 第九点是做好向上管理的事项 金科玉律 接着我们看一下第一节 就是关于职场的人际关系 因为这个职场是由人所组成的 所以我们对于职场这种组织的形态和特色 也应该要有所了解 基本上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这个职场 首先是关于成立的目的 有些职场是为了盈利而成立的 比如说一些盈利的组织 有些是为了这个服务 以服务为终止的 比如说非盈利组织 我们可以用产业特质来对这家里区分 那么一般可以分为知识秘籍的产业 或者是资本秘籍产业 还有一种劳力秘籍产业 因为产业的不同 所以它所需要的人数也不太一样 如果以规模来看的话 有些属于跨国企业 那么动辄数百万更多人数 有些是大型的企业 那么有甚至高达百万这种员工 那么台湾是以中央企业为主 甚至于现在也很流行 所谓的个人工作室 就一家企业大概只有几个人所组成 那么这个组织的讨论数越多 那么它的这种沟通 会变得越加的复杂 所以基本上每一个工作的职位 会有它所谓的一个职位的说明书 对于个人来加以定位 这样可以促进沟通的一个进行 我们看一下什么叫沟通的 这个职位的这个说明书 就是借以规范某人的工作职长 他的职务的需求责任 还有范围等等 每一个人的权利还有义务 也都被明确的规范在这里面 每一个人在组织 他会处于不同的位置 因此他就会形成一种 不同的互动的关系 我们用提下这个图像来说明一下 工作说明书跟所谓组织组织的关系 刚刚看到是某家企业 它的一个组织图 里面各有不同的职位 比如说有ABCD很多 那每一个职位 它有不同的一些内容 我们现在以财务部门 跟经营管理处 这两个部门来举例加以说明一下 财务部里面有些成员 比如说看到是有AL HGFICG这几位 那么对于教育组织 这个L跟它的关系是它的上司 所以两者关系 这个沟通模式跟G跟I是不一样的 就是L跟G还有G跟I是不同 那么G跟它平行单位 平行的同事像F跟H也是不一样 那么我们财务部门 跟另外一个部门之间 这种沟通的模式 又属于另外一种类型 我们在后面 会再详细的加以说明 好 接着我们看一下 这个部署运作顺畅 所以这个主管跟部署之间 它有一个特定的关系 那主管它拥有一些权利 包括要求这个部署 去完成这个任务的权利 它可以拖向着调整 或是一种职务的调动 让这个部署能够完成 主管心中所期待的 一个工作内容的内容部分 第三 第二个是 主管拥有权利来评价 这个部署的一个表现 对于让它讲评 那么在讲义的部分 比如说可以透过晋升的方式 或是给它加薪 或是给它一些赞赏等等 有些属于物质薪资 有些属于精神的薪资 那对于惩罚的部分 一样可能包括给它降级 或是给它减薪 或是给它一些赤责等等 来评价部署的表现 那第三种主管的这个权利是 它有权利去组织去决定 这个组织它一个资源的一个分配 因为组织的资源有那么多 所以这个权利也让我们发现 向上管理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在后面会对这个主题 做比较深入的一个探讨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同来之间有什么样一个关系呢 同权利的关系相当的特别 一种是合作的关系 一个是竞争的关系 那合作的目的 譬如说可以透过一个团队的和谐 来提升团队的一个绩效 这势必因为每一个部门之间 或是每个人之间工作 可以关联 如果不合作的话 那么最后的绩效无从产生 但是各位知道 组织是所谓一个萝卜一个坑 所以这个在周少深度的情况之下 有时候为了竞争同样一个职位 难免就会产生那种竞争的状况 那么竞争如果是良心的话 那还好 有时候会产生那种负面的这种竞争 所以这黑寒到处飞的情况 在企业界也是相当的常见 好 接着我们看一下第二节 是关于职场的人际沟通 职场的人际沟通 我们看一下职场的内的一种 沟通的一个管道 基本上可以分为 所谓的正式沟通的管道 当然也有所谓非正式沟通管道 正式沟通管道是依循着组织 它用职群路线来的 所谓讯息的流通 它是配合着组织的一种 层级的一种体制 那么这种讯息会包括 像组织对内对外 一些相关的文件公告 或是公司的一些政策 通知新闻稿等等 一般都是依循的 正式沟通的管道呈现 相对于正式沟通 就是非正式沟通的管道 那这属于组织成员 在私底下一种意见的 这种交换或是讯息的传递 像常见的闲聊八卦 或是一般的日常交谈等等 都属于非正式沟通的管道 我们来看一下正式沟通的管道 那么非正式沟通是没有层级分别 那正式沟通呢 它是有很清楚的一种层级的一种分别 好 基本上有这几种类型 第一个叫做下行沟通 第二个是上行沟通 第三个是平行的沟通 那么第四种是斜行的沟通 好 我们用图示来说明一下 会比较清楚 所谓下行沟通呢 就是某一个职位的人 他的讯息是用下属来传递的 我们称为下行沟通 那相对呢 他应该也用他的一个 他的上司 所以这称为上行沟通 把他的一些想法呢 对上级做一些报告 那如果是跟同样层级的 同事做沟通的话 我们称为平行的沟通 这是属于在同一个组织部门里面的 同一个部门 好 那如果是跟其他一个部门呢 我们可能会透过一种 斜行沟通方式来加以进行 好 OK 那我们先看看下行沟通一个部分 那么讯息的传递流程呢 是一群的从高阶主管的层级 到中阶主管 再往下到基层的主管 最后再传到所谓工作执行人员的手上 好 所以他大概是用那种方式来进行的 由高阶到中层到基层到执行的人 那么这种沟通模式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主管他可以透过下行沟通 向部署去传递一些讯息 包括政策 命令 提供一些讯息 或者是工作的指示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讯息 这个图示 就是上级对下属提供一些指示讯息等等 接着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种沟通模式的一个内容 就是他占逐整个组织内部沟通相当高的一个比例 这种沟通的主要功能是能够去下达一些命令 教导或是给予部署一些评价 包括可以给部署激励或是斥责等等 这种沟通其实有他的一个限制 我们看一下他的一个部分 就是在沟通当中 可能会各自诠释 会导致讯息被扭曲 产生失真 或是在沟通当中 这个讯息会被拦截 会被扭曲 会被过滤等等 还有主管的表达或是他的态度 如果没有获得部署认同的话 根据学者的研究 往往这个部署会产生一种失落感 或是会觉得说这讯息被扭曲 甚至会刻意去误解这个讯息 或是这个上市的讯息会被冷处理掉 因此就会产生一种失真的一种情况 那更严重的话 这部署还会对主管 有一种阳奉阴违的这种行为 好 我们到这边稍微就一下 待会再讨论另外一种沟通的模式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上行沟通 这是另外一种沟通模式 那么讯息的传递流程 跟下行沟通是不太一样的 它是组织中层级比较低的人员 向上级去表达他的意见 态度等讯息 也就是部署对于主管的这种沟通 看出来 位于比较低阶层的部署 向上级传递一些相关的这种讯息 那么这种沟通模式的主要功能 在于什么呢 它能够得到部署的一种回馈 透过上行沟通 主管能够了解 部署任务活动的一些相关的讯息 包括说上它一个工作的报告 或是部署一个工作的计划 部署对工作的建议 或是它工作上面的困难 以及它对于工作上面 有哪些的抱怨或是不满 等相对内心的一种感受 那一样的上行沟通 它会有它一种特定的限制跟缺点 比如说向上报告的讯息 可能会被加料或是被过滤 例如有些部署 专门对主管是报喜报忧 或者说有些部署 它会察言观色 那么专门去挑选这个主管 喜欢听的内容加以承报 这样的方式就会容易去扭曲 这种真相 那这种被扭曲的讯息 就很容易去影响到 方式那种正确性 这种沟通模式的管道 包括有直接的方式 比如说可以透过这种会议 或是电话 还是面谈来进行 那么也可能用一种迂回的方式 来得到这种讯息 比如说透过一种意见箱 或是一种问卷调查 当然是无记名的 或透过一种申诉的制度 那么可以得到 上级就可以得到 这种下属的一些想法 我们看第三种沟通模式 是在平行之间的沟通 我们称之为叫平行沟通 那么我们讲垂直沟通 是上行沟通或是下行沟通 中间它有这种垂直关系 那平行沟通是在组织当中 它没有上下层级关系的成员之间 彼此的一种互动 这种模式 我们之为平行沟通 当然如果是跟跨部门之间的沟通 这也是属于一种平行的沟通 那平行沟通它的主要功能 有几项 比如说工作上面的协调 我们去请求一些资源 来帮我们解决问题 分享一些共通的资讯 或是透过平行沟通 来化解一些部门之间的冲突等等 都是平行沟通的一些功能 那么这种沟通方式 有它的一个优点所在 比如说它的讯息传递 是比较直接 比较快速的 它可以免去 把意见传给上级 然后上级在一群下行沟通 去把这个意见 透过这种管道去传给 所要去传递的沟通对象 这样的话会比较 沟通的这个路径会变得比较长 所以平行沟通 它是比较有效率的 但是平行沟通也是有它相对的一种缺点 就是它的限制 我们看一下 在跨部门上面 可能会因为本位主义 所以没办法进行一种开诚布公的一种交流 或者说有些部门它特定的一些文化 或是它特别的那种技术的一种术语 也会造成不同部门之间一种沟通上面一种困难 那如果就同部门之间的平行沟通来看的话 因为刚才有提到 所谓一个萝卜一个坑 所以竞争的关系会影响过态度 还有沟通的效果 比如说我们在投空讯息的时候 有些人他可能会刻意 这个对资料留了一手等等 因为怕被对方取代 OK所以这会造成平行沟通上面的一种困难 那最后我们看到第四种正式沟通模式 谐行沟通 那么这种沟通模式的传递的流程 它不是垂直的沟通 所以组织内不同层级的单位 或是人员之间的垂直的沟通 参与沟通人员 他们单位其实不相同的 而且职位是也不相当的 所以这非常的特别 好我们从图示里面 可以来举例说明一下 比如说某人 这个I菌 它属于进口事业部 那么西菌 它是在营业企划部 如果因为某项专案 那么I菌需要得到西菌的协助的话 那么最快的沟通模式 就是I菌跟西菌 直接进行沟通 所以我们看到它是属于这种 邪行沟通 那么因此这种沟通模式 它优点明确 很清楚 而且应用得当化 可以减少因为层级的节制 所耗费的这种讯息的时间 也可以去简化作业的流程 比如说 作案人员可以直接 去进行一些讯息的确认 或是业务部门的主管 他可以直接向会计部门的助理 去询问 有关于这种差异会 应该怎么去申请等等 好 这是它的一个优点 但相对 如果这个协定功能太多的话 也会造成一些缺点 因为这种模式很明显的 它违背了组织命令统一 这个系统的一致性 它的这个命令系统 不是层级的 它可能会违背组织的这种 尊卑的伦理 比如说底下人 跳过好多个层级 那直接跟 另外一个部门的高层的主管 来做一些沟通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很容易产生 一种月级报告的一种困难 甚至于会导致 命令控制的一个困难 特别是对于 非常庞大卓卓而言 可能会导致更多一种 混乱的情况产生 接着我们看一下 相对于 政治沟通的另外一种模式 叫做非正式沟通 非正式沟通的样貌 是非常多种的 它包括一些小道消息 八卦留言 或是所谓的听闻 像马路新闻 路透社耳语等等 都属于非正式沟通 所呈现出来的状况 它是无所不在的 而且它传递的速度 相当的惊人 非常的快速 为什么会产生 非正式沟通呢 其实隐含着 就是正式沟通 它的管道是不足的 它没办法就满足 员工对于 这种供讯息的需求 所以非正式沟通 应运而生 那么另外就是 讯息的需求 还有好奇心 对于讯息的强烈需求 以及好奇心 就会促成非正式沟通 因为它比较快速 那么非正式沟通 它有一些缺点 就是可能会带来一些伤害 比如说 某些非正式沟通的形态 相当的复杂 它的管道其实难以追查 所以无从控制 对组织来讲 它是非常的危险的 例如什么呢 某些没有经过 正式的 这种负面的讯息 它如果到处流算的话 这些小道消息 很可能会用耳语 这种方式到处流算 一旦失控的话 很可能会影响到 整个组织 那种士气 因为我们无种查解 无种控制 最后有名字 我们都听过 叫真身杀人 这样的耳语 透过不断的一种传播 那么最后 大家都误以为 真的 真正杀了人 甚至连他 最新的他的妈妈 也到最后 也相信他儿子 真的杀了人 这都是一种非正式沟通 它可怕的一种地方 好 那我们看一下 非正式沟通 它会透过四种方式 来加以这个传播 那么第一种 叫做直线传播型 就是由一个人 去转告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 再去转告给另外一个人 像我们叫做图示一样 A给 传给B B呢 传给C C给D 这样子来传播 第二种呢 称之为叫 以一传十 这种方式 就是由一个人 告知其他所有的人 这好像一个 独家报导一样 就像图示一样 这个A是讯息的中心 由他来传播 让其他BCDEF 都能够去这个讯息 那么第三种 我们称之为 任意型 任意型 probability 那么就是握有讯息的人 在碰到某人的时候 就把这个讯息 告知某某人 他并没有一定的 中心人物 或是特定的选择 所以他随机的这种形态 就像我们这个图示的一样 是很随机的 没有特定的模式可循 那么这种呢 称之为叫聚集型 Cluster 就是个人 会告知 某几个特定的中心人物 他们呢 去转告给其他 若干的人 就像图示一样 好 以上 是四种呢 我们常见的 非正式沟通的形态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好 我们接下来看第三节的讨论 是关于如何做向上管理 那么这个部分是相当的重要 卫大师 彼得多阿克呢 他有提到向上管理 这个部分 他说呢 你可以不必去喜欢你的上师 那你也不必去憎恨他 然而呢 却必须去管理他 他才会成为你达成目标的资源 怎么说呢 我们来图示说明 那么这明显的是有上下之分 如果你做好向上管理的话呢 那么上师才会把他所拥有的资源 下售给你 这样的话 你的手头才会能够 拥有这个资源去完成这个目标 向上管理上 那另外一位 这个世界第一的CEO Jack Walsh 他也曾经对向上管理 有他的一个论点 Jack Walsh呢 是企业公司 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裁 他在位期间20年 曾经让这个企业的市值 一度执软 成为全世界最高的 市值最高的企业 他也荣因1996年财新杂志 二世纪最佳经理人 这样一个荣贤 他对于向上管理的看法是 他觉得一个幸运的职业人 拥有三个必要条件 那么第一个 是一份自己喜爱的工作 一个呵护自己的家庭 另外呢 就是有一份支持 还有赏识自己的上师 如果三个都具备 那就是一个幸运的职业人 那么向上管理的时代 其实已经来临了 以前人比不重视 但是现在却不得不去面对 为什么呢 那么洛世 瑞士洛商学院 有位教授 他说在过去的时代 员工当然是没有资格 去管理上师 因为手上的筹码是不够的 但是现在呢 实在不同 也需要整个团队良好的运作 而不仅是单方面 员工需要老板的资源而已 那如果你可以做好相当管理的话 其实可以享受到很多的效益 我们看一下 一个成功相当管理 会导致这些效益 比如说我们容易 跟主管的沟通顺畅 容易跟主管相处愉快 工作气氛会比较和谐 容易掌握主管的想法 能够得到主管的正向对待 能够赢得上市的重视 能够获得上市的重视重用 能够赢得上市的支持 能够赢得上市的信任 能够影响主管的想法 能够优先获得上市的资源 能够得到主管的奥援 相挺 能够跟主管成为同一国的人 能够成为主管的左右手 能够优先享受好康的事情 跟上市形成一个神明共同体 能够得到主管充分的授权 神殿的机会是比较高 能够水上船高 那么可以避免自己怀才不遇 最后大容易实践自己的一个报复 所以我们发现 这20项的这种好处 我们也要显示 到底我们自己是不是有得到 向上管理的这样一个效益 那么各位 我们以第一个题目当作范例 比如说容易跟主管沟通顺畅 那么大家回想一下过去 跟主管的相处经验 如果实施当中每次都做到 那么我们可以自己 就是非常符合 如果实施里面 做到了七八九次比例很高 我们从来也符合得到四分 如果实施里面 只能够做到五六次 刚好多一半 就是有一点符合是三分 实施里面只能做到三四次 比例很低 有点不符合是两分 如果实施里面当中 只能够做到一两次的话 那就是一分不符合 实施里面当中 如果每次都做不到 就是零分 非常不符合 我们看一下 如果现场管理失败的话 会有哪些坏处呢 我们这边整理一些资料 比如说容易跟主管沟通不良 欠缺被关爱的眼神 会有紧绷紧张的工作气氛 无法获得主管的支持 没法获得主管的肯定 没法赢得主管的信赖 没法影响主管的看法 没法工作能力会受到质疑 或者被主管认同 那么经常会被挑递 找麻烦 无法获得重用 被赋予较没有价值的任务 被视为问题 被要求做报告 被紧迫盯人 被贴上坏分子的标签 容易失去晋升的机会 这事情能生而过 经常会动辄得救 那么很困难 或是被视为优先改革的对象 被列为优先被裁员的对象 这是相当管理失败 容易产生一些副作用 所以我们来看 相当管理成败的冲击 在画面上面就看得出来 左边是成功相当管理 右边是失败的相当管理 两者相当之下 真的是差很大 的确是不同 因此我们必须要小心 不要去向上管理的地雷 那这边有个测验 各位请看一下五个题目 第一个是我向上师 提出我的看法 可是主管却没有任何的回应 好 你的学校是什么呢 A 请示主管 请问您是不是需要再花点时间 好呢 B 请示主管 请问您是不是有什么怀疑 什么疑问或者指示呢 C 更详细的再次重复报告 内容的重点 好 答案应该是B 那为什么A不对呢 如果你这样问的话 可能是你怀疑 主管是不是脑残 还是智障 当然你就很糟糕了 如果C的话 其实主管显然是没有兴趣 你再详细也是余数无补的 第二个题目我们看一下 上师提出跟你看法完全相反的观点 A 努力和主管进一步讨论 以化解主管的疑虑 B 对主管的看法并不加以任何评论 但适者移准上师的注意力 适机使主管能够回心转意 C 要求上师说明反对的原因 答案是A 针对答案应该是C 当然我们要注意 发球权当然是在你的身上 这无用置疑 可是裁判权在主管的手上 更重要是所谓的好球带 是由主管所决定的 A 跟 B 答案 我们看一下第三题 上师对你提出严厉的批判 那么你却认为他的批评 那有是错误的 好 A 忍住不吭声 答案地理 以不懈的目光瞪着他 B 人活着必须要有尊严 因此应该要坚持立场 强硬的 C 带性完主管的批评 另外再找适当的时机 与他沟通 答案应该是C 这个A显然是不对的 只会让你得内伤 是云势无补的 那B呢 坚持立场 其实尊严固然重要 可是面包也是 好 第四个题目 您想要说服主管改变念头 A 积极举出各种理由 展现出强烈的企图心 以破决这个沉舟的决心 希望能够当场说服主管 B 只要提出 合无逻辑性与合理的内容 相信可以说服上师 C 剖析上师的想法 提供一些突破性的观点 供上师参考 借以嫌疏上师 能够改变原先的看法 这当然是C 那么A跟B都不对 都属于一厢情愿的作为 好 最后题 看第五题 完成了上师要求的报告 他说你的报告写得非常好 不过也对重点并没有提到 A 保持沉默 等于老板进一步的指示 B 再补中其他相关资料 或是资料说明 使报告更加充实 C 向上师询问 可否让我知道 是哪些内容需要再补下吗 答案应该是C 如果是A的话 那万一老板不只是 那你就再等于没用 那B的话 更充实并不见得 会涵盖老板所心中 要涵盖的重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向上管理的经科预律 我们在课本里面 有提到一个 中国史上最牛的 女秘书事件 整个故事来中去脉 请各位学员自己来看一下 我们觉得因应这个事件的处理方式 就是必须遵守 遵循所谓向上管理的经科预律 四点 第一点是上师永远是对的 第二点 如果上师犯了错 绝对不可以公开他的错 第三 善用上师的长处 抑制上师的短处 第四 了解上师的能机风格 投其所好 我们看第一点 上师永远 我们心中要去默认 上师绝对不会犯错 为什么呢 如果这样一旦上师犯了错 这就应该好好分析 上师到底犯了什么错 这应该如果处理才好呢 这样可以让我们 做好情绪管理 避免负面的情绪 而是用最好问题的解决方式 让问题可以圆软落幕 第二个 如果上师犯了错 绝对不可以公开他的错 所谓阳善于公堂 那么隐恶于私事 所谓做人留一线 他日好相见 所以千万不要去公开 别人的错误 第三 要善用上师的长处 那么抑制上师的短处 所谓观大学问大 上师不见得 真的是很有学问 不过他一定有相当的长处 否则不可能成为上师 所以我们应该 去学习他的长处 而且上师也是人 不然说是非常正常 我们可以从上师的表现 去避免重道互测 将上师的短处作为因件 那么第一次是了解上师的 这个人际风格 同其所好 所谓一中米养白种人 一样的上师 成长的层级 可能有不同的需要的互动方式 我们应该跟他 能够成为同一国人 用同一国的语言来沟通 最好能够跟他成为圈内人 这样的话可以享受 向上管理的一些效益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课程实在有个地方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 讲次的播出 希望各位同学 能够好好复习一下 前面内容的这个部分 希望这个课程 对各位 不管是在人际互动上面 在资产上面 都能够有所帮助 那我们祝大家 学院进步 工作顺利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